实战是检验武器性能的最佳手段 战争是促进武器发展的根本原因 作为一种新兴的战争手段 无人机的重要性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 在乌克兰战场 双方都在利用无人机展开高强度攻防对抗 经过一系列实战 乌军也证明了小型无人机投放弹药的有效性 虽然乌军使用无人机的方式还比较原始 但足以证明小规模部队在装备具有投弹功能的无人机后 依旧可以对抗强大的装甲机群 但其实思考一下能发现 这种分散式部署的兵力运作方式 与美军常年提议的分布式作战 在手段上存在着相同之处 在2022年6月份 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表示 陆军将推迟新版多余作战条令的发布 将从战术层面到战略层面 尽可能收集关于俄军的信息 深入了解无人机对战场的影响 2022年10月份 美国陆军正式发布新版多余作战条令 基于俄乌战争经验 美军首次引用了2014年俄军利用无人机 发现并引导院长火炮 呈建制摧毁 瘫痪乌军作战单位的经典案例 时隔多年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乌军不仅娴熟发挥无人机火炮校准功能 更是开发出小型无人机投弹的新型作战方式 而对于这方面的开发 美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并在近些年大力研发无人系统 在城市作战中的运用 其中多以无人机为主 然而在城市作战中 传统导弹杀伤力过大 而且不易携带配置 为了继续保持美军的作战优势 小巧灵活弹药的研发 成为了美军关注的重点 美军无人机微型弹药的研发 还要从21世纪初 美国启动的关键无人技术项目说起 作为预先研究单位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大力研究无人系统 在现代战争中的应用 SDI公司在美国国防部的资助下 开始折叠飞行器 与精准打击弹药的关键技术研发 目的是为了开发出一款 可有炸弹携带 部署可以实时战争毁伤评估 低成本可消耗的微型飞行器 具有折叠弹除式机翼 在飞行器机翼折叠后 可以装载到JDAM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的尾部组件中 在弹药命中目标的前几秒 飞行器从弹药尾部抛撒器中弹出 展开机翼并稳定飞行 微型飞行器采用碳纤维框架机身 与柔性折叠弹弹一技术 配备微型摄像头与2.4千赫兹视频发射器 利用摄像头GPS惯性制导 以及压力传感器等实现自主导航 能够在目标区域进行巡航飞行 实时传输20分钟内战场毁伤评估影像 直到机载电源耗尽 2008年SDI公司完成微型飞行器的高空测试 从一架F16投放的MK20急速式炸弹投放器中 释放微型飞行器 成功接收GPS信号实现自主稳定飞行 这个项目以实现微型空中武器小型化为目标 所以美国空军认为 必须推动机身部件的小型化 并将飞机控制系统指定为需要小型化的关键部件 2012年ATK公司与SDI公司合作 计划将SDI为微型飞行器所设计的弹出式技艺 应用在ATK公司研发的短冰斧微型制导弹药上 于是SDI公司生产了多套技艺 并在短冰斧上成功完成飞行试验 即便在诺斯罗普在收购ATK公司后 短冰斧微型制导弹药的研发 仍然继续使用SDI公司开发生产的弹出式技艺 相关技术在短冰斧上实现了技术成熟度7里程碑 并在2022年5月份举行的特种作战部队的工业会议上 向美国特种部队进行了推销 短冰斧又被称为智能微型制导炸弹 这是一种新型的军用制导弹药 具有超高精度打击能力 可以打击隐蔽在城市森林或山区的地方目标 能够有效提高军事行动效率 在向特种部队公开展示前 诺斯罗普公司已经利用第三类无人机 完成了十余枚短冰斧弹药的实验测试 成功摧毁多个目标 短冰斧设计了三片折叠式中体尾翼 还拥有可展开的后控制面板布置 重量仅有2.72公斤 直径60毫米 长度为30公分 可由无人平台大规模携带 大幅增加大中型无人平台的弹药挂载数量 此前诺斯罗普公司还曾展示两款专用的短冰斧投放吊舱 一种是由MQEC无人机挂载的滑轨投放吊舱 可内置12枚短冰斧弹药 另一种是MQ-9无人机挂载的旋转投放吊舱 可内置54枚短冰斧弹药 如果无人机开启野兽模式 最多可挂载216枚短冰斧 另外短冰斧采用了诺斯罗普公司研发的杀伤力增强弹药技术 这项技术采用高密度高能量弹药和预制污丸 通过提升污丸出速 从而扩大弹药毁伤半径 并且杀伤增强弹药技术还具有可拓展性 能够通过3D打印技术 调整战斗部当量与大小 未来还将于应用弹荒刀巡飞弹 多管火箭系统 增程型先进反辐射导弹 以及高超音声导弹等 短冰斧智能微型弹药的设计理念 是让弹药可以实现空中自主控制 而不是按照预定路线飞行 能最大程度提升准确性与有效性 配备了先进的航技控制系统 另外短冰斧还采用了一种 成为分段式指向的极致 可以将弹药飞行路线分为几段 每一段都有不同指向 帮助短冰斧实现空中自行寻找 跟踪目标 提高弹药击中目标的概率 虽然短冰斧战斗部只有1.8公斤 只相当于一枚60毫米迫击炮的重量 但短冰斧的命中精度足够高 当前完成实验的短冰斧 采用了GPS-INS中段制导 与半主动极光末段制导 可以将误差控制在3米以内 最大程度减少军事行动 对周边居民造成的伤亡 还能节省更多的弹药 未来还将增加光电 红外以及主动雷达 等多么复合制导模式 甚至是通过软件实现运动预测 跟踪目标 再度提升精准度 美军还计划为第二类小型无人机 装备端兵斧 使连排挤无人机具备插打一体能力 为小规模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 另外雷神公司也拥有同样的项目 并研发出长矛智能微型弹药 重量只有一公斤 全程42.6公分 最大射程达到2.1公里 导弹外行为原柱形 采用了半主动极光导引头 弹药采用冷发射 在出唐3米后 启动微型火箭发动机 导弹采用两套安定翼面 前一面为伸缩式矩形控制翼面 后一面为折叠式弧形安定翼面 导弹发射后所有翼面打开 控制导弹飞行方向和飞行姿态 长矛导弹的最大特点 就是不需要专用的发射器 可以通过美军现役的 M320榴弹发射机发射 目前雷神公司仍在完善长矛家族 研发可以安装在无人机 无人地面车 以及无人水面舰艇上的型号 毫无疑问 可以精确打击的智能微型弹药 将成为美军最新型武器之一 也将是美军未来常备的 智导弹药武器 同时未来战场将是 无人作战平台的天下 毕竟城市战是 21世纪的主要作战形式 相较于传统战场 城市战的作战场景 更加复杂多变 对于武器的限制也更加严格 所以美国就一直在 加强无人作战系统 在城市作战中的研究 目前美军各军种 都在大量采购无人作战系统 开展地面无人联合作战研究 精确制导弹药 已经成为美军装备的发展方向 在反恐战争中 无人机插打一体杀商店 已经广泛用于实战 但是小型无人机插打一体杀商店 决策链条更短 闭合时间更快 对战场时间敏感目标 打击效果更好 以捕食者无人机 执行作战任务为例 指挥权属于无人机 所属战区的空中作战中心 由其统一制定空中任务指令 向无人机分配任务 控制权则属于无人机地面控制中心 这个机构设在美国本土 通过卫星电路 对前线无人机实施控制 但这种形式受限于 跨战区指挥控制 跨军种协调 等固有问题 导致杀商链闭合周期 难以进一步优化 但小型无人机就不一样了 可以装备连排级作战单位 由前线小规模部队 通过手持车载终端进行直接控制 然后通过战术数据电通道 直接回传目标信息 经操作员目视确认后 就可以实施打击了 小型查打一体无人机 可以让小规模部队 拥有近距离空中支援能力 要知道 美军的近距离空中支援能力 都是建立在绝对空中优势的前提下 面对拥有先进拒止能力的对手时 难以继续发挥作用 但小型无人机目标尺寸小 特征弱 并且当前缺乏实用性的反无人机手段 在大型作战飞机 难以提供空中支援的情况下 就可以将作战部队化整为零 利用小型无人机 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 同时 小型无人机配套的低成本大药 还能优化大规模冲突的消费比 作为美国预研究单位 DRPA除了智能微型弹药项目以外 还在进行着快速清亮自主项目 班组X项目 进攻风群战术项目 以及城市自主侦察项目 其中FLA项目是在2015年启动的 致力于发展全线算法 使得小型无人机 仅凭借高分辨摄像机 激光雷达 声纳或惯性测量单位 就能在射障环境中 主动导航飞行 搜集态势感知数据 另外 在卫星信号丢失的情况下 FLA项目仍能自主导航 在城市作战中 可以更为有效的侦察 还能执行部分较为危险的任务 例如在充满敌军的城市作战环境中 执行先期任务调查等 目前 该项目已开发出先进自主算法 使得无人机具备绘制三维地图 与机翼环境的功能 能使其在没有任何外界支撑的情况下 执行和完成任务 然后自主回到出发地点 以供人员下载侦查信息 这些自主能力减少了被无线电侦测的概率 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它的生存能力和安全性 DARPA开展的班组X项目 是在2016年3月启动的 旨在为美军下车作战单元提供自主系统 通过开发的新型传感工具 提高美军班组的态势感知能力与杀伤能力 能在更远的距离 以更快的节奏与敌方进行交战 班组X项目拥有两个子系统 其中BITS电子攻击模块 小型步兵单元系统 可以让班组成员监测定位 以及攻击射频 网络中的特定威胁 无辅助定位系统 则是利用无人装备来定位目标 并反馈探测信息 DARPA另一个重要项目 就是进攻风群战术项目 包括风群战术 风群自主 人与风群组队 虚拟环境 以及无人测试平台 在这个项目中的具体任务 是占领一个街区或建筑物 所以要求在战术层面上 保持街道机动 保证侧面安全 抑制敌方开火 突击清除障碍物 以及用诱饵误导敌人等方面 此项目共分为三个阶段 最终目标是使250个 或更多的无人系统 在八个城市街区 自主执行六个小时的任务 目前已进入第三阶段 最后一个项目 则是城市自主侦查 目的是开发新技术 旨在通过结合人类行为 自主算法 集成传感器 多种传感器模式 以及感知人体反应的新知识 来克服城市环境固有的复杂性 以区分敌对个体 和非战斗人员之间的细微差异 使得美军地面部队 能够运作和监督自主系统 来探测敌方目标 让美军在与敌方目标交战前 建立对其的正确认知 未来战争注定是一场集信息化 数字化 以及自主化等特点为一体的高科技战争 这就意味着 具备数字化自主作战能力的无人装备 将在未来战场上有着广泛的用途 同时 与其配套的弹药 自然也拥有极高的需求 你们觉得 未来的战争形态 除了这些自主化的装备以外 还需要哪些方面的发展 而俄罗斯入侵战争的爆发 又会给各国在军队建设上 提出怎样的要求 欢迎评论区畅所欲言 我是火力军 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